今天山东鲁东泰山队在主场面对印尼的斯里维加亚 是实力在赛前判断是比较悬殊的一个对话 而且从整个比赛的过程来看 确实也是印证了这个判断 这是比赛上半场 这是李金宇抓住了自己队友 日复科维奇的携传之后 非常轻松的左脚一脚扫射 这是打破僵局的最为关键的一球 对 而且如果是分尸段来讲 上半时鲁东泰山打好了一个开局 而下半时打好了一个结尾 这个进球都集中在这段时间出现 而且对手这个时候已经看得出来 他们的防线是比较混乱 像这种球在自己的进区里边 前不后继都是对方抢到点 没有一个人去动 没有一个人去补 那么这个防守是非常混乱 而韩鹏那确实是门前比较激紧 没有受到任何对手似乎要举手 暗示越位的影响 这是整部场比赛 第二队进球 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一幕 对方的后防线确实在 今天整场比赛过程中表现 很多业余的失误 这边又是李金鱼 后排跟上的一脚大力的抽射 打进了自己本场比赛的 个人的第二队进球 也使得山东队能开战队 3比0领先对手 李金鱼的左脚在这个位置上 经常会有上架的表现 或者说世界波的进球都能出现 虽然他是个右脚队员 但是左脚技术也是非常娴熟 在他的职业身份当中 左脚进球的数量远远超过右脚 这就是刘悦跟我们说的 下半场非常完美的 收尾的开始一个球 刚刚替换上场的米利安 接到了自己队友 王永厚 非常精彩的一个船中 最后是面对一个空门 轻松的把球打进 场上比分变成了4比0 这边是李维 送出了一脚传球 在前点米利安的捅射 这是换上场不到十分钟 就没开二度 我们看一下 现在在这个亚冠联赛